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库罗胜利并进入总决赛的唱作人是梁博 王源 很遗憾 请进入录音间 与我是唱作人告别 不过当他唱完那首歌的时候 我还没有唱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答案了 当然你说输了吧不难过吧 肯定是难过 要离开唱作人这个舞台了 就是该是这样 这才是一个公平公正 真实的舞台 其实我觉得特别复杂这心情 我特别特别开心 从我出道开始 我一直是被大家当作一个小孩 被我的粉丝保护 被我的团队保护 但我觉得来了这个节目之后 我只有自己保护自己 靠自己的作品 靠自己的手艺来保护自己 我觉得我从出道开始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特别爽 让唱作人表达我的态度 让别人听到我的歌 我觉得特别爽 在这个舞台上 唱所有我自己的歌 我觉得特别爽 今天跟博哥的对战 我觉得特别爽 最后 滚烫的青春 有很多过程 经历过了就变成了大人 滚烫的青春 最后谢谢每一位我们一起奋斗 一起PK的唱作人 我觉得他其实特别真心情 而且他创作的时候 也是真情流露 我觉得他现在都还是在一个 真正探索或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我很愿意去教他 去帮他 然后帮他一起完成很多 音乐上面的东西 每一场的话 我们看到他变化 很用心 他在这个节目 他表达了很多他的想法 其实很纯粹 他想要证明的东西 也很纯粹 这可能是对于 他现在这个 做音乐的最初期 可能他这个年龄 是最最最重要的 是最终的 祝珍 对着 有什么事 下集